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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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雨菲 今天我特別來資山站這個地方 我要來拜訪那個台灣的T拳道國手 今天是國手級的角色要來囉 我覺得你們應該知道是誰啦 那我們現在就立刻進去這家道館 來拜訪一下這位高手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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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現在已經進來這間武館了 整個空間也算是寬敞 看起來租金應該也不可以 好那我們直接請接的來賓 來歡迎播手梁家純 哈囉哈囉大家好 嗨家純 那個你怎麼會想要在這個地方住那個太陽道館 因為我在這邊 之前在北投那邊教學 我大學是在CAMP這個地方讀書 就是在這邊也是生根蠻久的 所以從大學到現在 後來有因緣機會看到這邊要頂浪 然後就把這邊接下來的樣子 這邊租金大概多少 這樣子大概是五萬樓 一樓二樓加起來是五萬 他這個樓上還有一個跟這邊差不多大小 可以說就是很長的兩層 其實那個加成是我當時大學 剛學格鬥的時候是一個很仰慕的一個選手 非常敬佩他 當時他在擂台上一直這樣陀螺一直旋轉 然後對手就倒 然後在那個魔術 然後看起來超帥 加成我記得你後來有代表台灣去參加那個土庫曼嗎 對在土庫曼的亞洲杯跟那個亞洲式雷運動回 亞井賽的時候第一場還是贏伊朗吧 對那一場是幾道 那你當時是雷台嗎 雷台就是電商 地電 對就是那個DT跟清潔處 國外的選手整個打起來的感覺是如何 他們的地電的程度等於我們的雷台的程度 他們的力道 雖然說是可能清潔處 但是他們的力道跟我們國內的雷台就是差不多 比賽的時候你是整個費用是自費的嗎 第一亞井賽的都是自費 但是比亞運的時候就是體育署出錢這樣子 亞井賽是自費的 對 大概是多少錢 那時候大概全部含下大概四五萬 差不多 全程嗎 對 所以協會方面是比較沒有幫忙這個錢 還是怎麼樣 不好說 這個可以講 沒有啦 因為畢竟挖口這個又不像說 像跆拳道啊 空手道也是那種大協會 那種挖口畢竟也是比較年輕的一個協會 所以那經費上面當然就沒有像 可能那些大協會 跆拳道啊 空手道 那種有經費那麼多這樣子 2018還是2017喔 那個成績四安盃 綜合格鬥賽 你當時有參加對不對 對對對 那時候我遇到李玉神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影響 當時我有跟你組隊 是嗎 只是那時候我沒有什麼能力 不是 因為那個時候其實 因為我那時候是開完刀 比那個WOTB的時候 我那時候一直就斷掉 你開網 對對對那時候就去開刀嘛 所以那時候開完刀 然後隔沒多久 奇拉拉就跟我說 你知道要比賽嗎 你知道要比賽嗎 你知道過起來比賽的時候 我說 喔對齁 你沒有跟我講的東西 不會我報這個比賽 然後就趕快 因為那時候我已經知道是畢業 因為好一段時間都沒有在訓練 那時候就是畢業 然後就是在於 就是 那個工作的事情 還有準備要當兵 當當時第一場 他對上李玉神 他好像是斷頭才 被抓到的 對我是被他斷頭才 因為我沒有被這個動作做過 所以其實 就是不同的領域 就是完全腦袋裡面空 還不知道要做什麼 然後被帶到地板 的時候我也不知道要幹嘛 那你自己有沒有 之後想要學地板之類 其實我是想要 我是很想要接觸其他的 不同的武術 但是就是 也是礙於時間 我自己沒空 對就是 因為畢竟 可能我晚上 都在教課 但是其他的拳管訓練 跟我這邊是 上課時也是一樣 那我們等一下 就是要進入到 你們最喜歡看的 主持人被揍的橋段 對 然後我們會有三個規則 第一個是 MMA 跟T拳 第二個是 踢拳對踢拳 然後第三個是 跆拳對跆拳 就是 前面 MMA比較不公平的規則 後面兩個 是比較公平的 相同規則 好 那我們就直接 開始 來 這個規則 MMA對清水 那麼時間設定一分放 好 我們要先開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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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lt 好 三十秒 抱歉 四六五五三 10秒 5 4 3 2 1 時間到 我們現在是第二個規則 C群對C群 時間是1分半 開始了 開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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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鵬 鵬 鴉 鴨 鴨 hut 歡迎 1 4 3 2 1 1 時間到 準備 開始 好小 我會不會 好小 三十秒 三十秒 3 1 4 3 2 1 OK 各位觀眾 我們剛剛已經打完三個回合了 那 第一個 踢拳跟MMA整體的話 我自己覺得說 就是避免 你遇到踢拳選手 他很兇的話就是趕快抱他 趕快纏鬥 去耗他體力 這樣子他的轉速跟爆發力會下降比較多 你會比較安全 你能爆就爆 加成你自己覺得第一個感覺是怎麼樣 就第一回合有很明顯的感覺就是 你在外圍一直消耗 然後找機會的時候做晉升的殘爆 然後被帶到地上的時候其實就是 腦袋就 空白 就有點空白就是 站立機到地板就是我覺得 突然不同 對 就是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處理這樣子 那你覺得面對MMA的對手 你覺得最應該要警戒他什麼 我覺得還是要警戒他突然 切晉升的這個動作 就是可能 盡量避免大動作 揮空或踢空之後 被對方做一個晉升的殘爆 對可能就要多一點的試探 然後就要再 要比對方再長穩一點點 讓對方的破綻線出來 對 那第二個踢拳對踢拳 我想要請教這位前輩 或什麼地方要調整 或是趕進 就我覺得就是可能 動作可能稍微就是大了一點點 嗯 就是前面你都是可能 因為可能MMA的關係 就是衝進來的動作 對就其實好像效果沒有那麼好 對那 但是那個Lowkey我覺得處理得很好 對就是你的前秒Lowkey一直在做小好 對就是讓我會有點急 對就是因為我也在等你進來 但是一直沒有達到我預期的效果 效果的時候 我就會急 對我覺得這個Lowkey 多一點是好 因為在踢拳裡面 其實Lowkey站著一個 蠻重要的一個角色 這個動作 對 那第三個 跆拳可以不用講 跆拳我踢到不知道在幹嘛 那你可以 可以給這些練踢拳的觀眾一些什麼建議嗎 譬如說什麼好的訓練方式 或是對打之後什麼好的戰術 給踢拳到選手的建議就是 除了站姿的改變之外 就是當然上半身的出拳的動作要改變 那就是要記得在出腳的時候 重心盡量不要往後揚 就是給踢拳選手的建議 因為踢拳選手在出腳後 重心很容易往後 揮拳進來或衝進來之後 跆拳道選手就會跌倒 或是開始跑 那就是 跆拳道選手的通病 體力就會被消耗帶勁這樣子 加成你這邊 平常上課的課表 大概禮拜幾到禮拜幾上 你這邊有什麼課程 我這邊有跆拳道跟踢拳 對這兩個項目 一般二是工修嘛 那其他的時間都有跆拳道 但是 跆拳道課程結束之後 就是 一三五的晚上八點半到十點 是踢拳的課程 我們給觀眾的優惠 如果 觀眾把這支影片分享到 社群網站 然後截圖 然後自 瑞智道館士林館的話 報名 跆拳道的話 就送 道府一件 報名踢拳的話 就是送 Venom的手綁帶 一組 拿出來 對 就是送 Venom的手綁帶 毒蛇的手綁帶 對 它名額就是 各五位 各圓 對就是跆拳道跟踢拳各五位 對 總結來說就是 總共十位 那跆拳跟踢拳各五位 跆拳送道府 然後 踢拳送毒蛇的手綁帶 那請記得分享到你們的動態上 然後截圖畫面 傳到瑞智的本專 本專的那個網址啊什麼都會放在影片的下方 那我們謝謝今天收看的觀眾 下次見 掰掰 掰掰